厉害了我的天爱 记忆之前的洁湖门抢戏门 昨日有人继续在网上爆料 称在拍摄陈凯歌的电影《腰毛钻石》 因布满官网之前发布新闻时 称张雨琪是女一号暗中公关 并直言 不愿意给张雨琪做配 整个事件让陈凯歌很头疼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张天爱还是那个敢爱敢恨的太子妃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的娱乐八卦新闻逐渐多了起来 尤其在主演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后 突然之间张天爱就一跃晋升为一线当红女星 代言欧莱雅走时装周 抢走赵丽颖代言 首次金晨 甚至有网友在网上评论 说张天爱在短短不到一年内迅速走红 并能大张旗鼓地与赵丽颖正爽地公开叫板 看来这姑娘的背景不简单 舞动浅宽开机前幻觉一世 让张天爱和金晨煎闹得不可开交 但最让人意外的是 张天爱的经纪人居然公然在微博上指责金晨 说她碰瓷儿蹭热度 张天爱走红不当一年 经纪人做事如此强硬高调 恐怕范迪宾的团队都自愧不如 除此之外 连余正的微博内涵张天爱 还真是火酒店 唐人跟鱼妈关系简直不够带天 甚至连太子飞制片人刚威都点赞了鱼妈微博 可以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张天爱接连得罪了一众娱乐圈同行 那么问题来了 张天爱为何从众人热讽变成众人其黑 记得当时太子飞热播 本来粉丝就把张天爱上一轮当作CP看待 配合发现两人的通告再正常不过 但没想到 张天爱的经纪公司居然发微博撇清欢喜 并暗指上一轮借着张天爱炒作 最让人吐血的是 张天爱居然在这条微博下点了赞 刚胡就开始拆合作伙伴的台 这事让很多人开始对张天爱路转飞 但不管怎么说 张天爱团队这段时间的行事方式 确实败光了所有路人对她的好感 想要引一只路走得远 还是要踏踏实实演戏 总想着炒作 想不劳而获 最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